原本的選前 大家不看好了 民主黨沒有想到 在其中選舉 確實上演了大驚奇 原本美國前總統川普說 他在十一月中的時候 會有重大的宣布 大家都在猜 他會參選 下一次的美國總統 結果現在只有一個 其中選舉的結果 目前看起來民主黨 好像似乎並沒有敗 那麼會不會影響到 川普想要參選的機會 楊老師 當然會 川普太急了 他在上個禮拜宣布 他可能會11月15號 要準備一個大動作 他當然都知道 就是準備要參選2024 所以就把民主黨這些 反川普的人都激勵出來投票了 參桌上議題已經不太重要了 太怕川普出來 對 但現在另外一個 可能挑戰他的 就是佛羅里達州州長 叫德桑提斯 德桑提斯這一次 他才44歲 但他爭取連任 結果他是秒贏 因為他得票 超過60% 那個挑戰者 將近四成還不到 所以他上一次 2018選的時候 他才得票49.9% 這個人 意大利裔 德桑提斯 去耶魯念書 哈佛法學院 然後 跑去做海軍 做軍官團 到伊拉克服務 各位 耶魯 哈佛 然後跑去當兵 你一定是想搞政治 對不對 否則你可以賺太多錢了 很清楚 所以他就選眾議員 選上了 然後選州長 現在這一次 本來認為他可能機會不高 因為川普刻意說 你如果這樣決定 你是個錯誤的決定 就會現在選票講話了 選票講話 佛羅里達州已經變成一個 共和黨州 現在他有沒有可能代表 川普這兩個人會有一個競爭 我覺得接下來 他如果出來的話 其實對共和黨是一個好事 因為川普回來 不過就是做一任而已 美國的法律規定 是不是在共和黨裡面 很多人其實已經